M.R.T. 中文字幕 一項要注意的是 他們有領域的領域 就是這些暗色的黄色的 舉起手機 用英語介紹台灣的大眾交通工具 在台北捷運熟門熟路穿梭 他是來自美國加州的柯飲安 所以這個故事 我們要看這個 依據台灣五年的他 平常是一位英文老師 當年大學畢業後 曾經迷惘一陣子 後來聽了曾到過台灣的朋友分享 決定跨海來台灣嘗試新生活 他在台灣 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朋友 拓展了全球人脈 而台灣朋友總會在生活上幫他一把 在他眼中 台灣人真的很溫暖很熱心 不只是在外面 但在開銀行銀行 找到証書工作 和我去移民辦公室 去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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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沒有發現 這會很難 2020年 柯飲安開始拍攝短影音 分享旅遊資訊 目前擁有數十萬粉絲 雖然這些生活資訊影片流量很高 但他最喜歡的卻是介紹台灣自然景色的影片 我本來想成為旅遊 類型的網絡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做 採訪這天 柯飲安帶著我們爬台北市的象山 過去曾經在教會實習的他 常常帶外國朋友到這裡小旅行 已經來過數十次 Yay We made it 因為喜愛登山健行 柯飲安在步道上劍步如飛 他分享台灣最讓他流連忘返的 是阿里山的雲霧遼繞與日出 高大的神木總讓他想起加州的紅墓 神木讓柯飲安想起家鄉 但他不後悔離開舒適圈的決定 因為旅行經驗總能讓人找到更多啟發 去台灣 也要挑戰他們 去其他地方 尤其是在美國 也很容易留在家鄉 也不再離開 熱愛台灣已不小心待了五年 柯飲安想把台灣介紹給更多外國朋友 也鼓勵年輕人走讀世界 遇見更多精彩 在台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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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上